别说他们这个做的还是很大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刘 咱们兄弟给我提供的线索 有一家店做挑战 1分30秒吃完之后给免单 现在就是我媳妇在捧着这碗饭 我给你们看一眼 就是她到底就对比我媳妇这有多大 应该是绝对就是搞不完了 这个他们家没有什么惩罚机制 就是吃完了正常结账就行 这碗饭就是40块钱 他们这个办应该是让那个工作人员办 可能是避免我们这个 但是说实话这碗饭 我就尽量吃一下吧 就大家感受一下 看看我多长时间能吃完 1分半钟我感觉这事不只是我 可能满沈阳可能做到这个难度的可能不多 就是尝尝咸蛋和热不热 哎呀反正还行 那边放点水 然后让开始一刀不切的 我看看我多久能吃完 估计得5分钟 来吧小姐谢谢 我刚才看的 我看的 我说明是有些人是有些人 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 我看的 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 这边是一样的 我看的 你不懂的 有些人是有些人 我看的 有些人是有些人 对我吃完了 汁 還有30秒 吃吧 他现在问题是我吃撑了 我吃不下这了 放弃了兄弟们吃不完 一分半还剩下这么多的饭吧 大家认为老刘的吃饭速度 跟吃饭的这个胃口怎么样是不是 认同我的就打个一 不认同的就认为我是个弟弟 就打个二好吧 挑战失败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计时 我现在确定就这个速度 以咱们就沈阳这块来说 应该是正常绝对应该是吃不完 完成不了挑战的 现在来试一下我多久能吃完这碗饭 刚才是一分半是吧 就是前口的牛肉饭 就是 hol瓶 快点吧 快点下理我 我悶有机对我 没有你是爸的 税ried 美ひ 我就满 遇到噎的话 1分15加 1分半 一共是2分45秒 我这碗饭吃完吧 挑战失败 吸服口服 这个我是 这一份从端上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绝对吃不完 兄弟们 如果谁啊 还有什么好玩的挑战的 记得跟这个老刘再推荐一下 老刘替你们汤汤雷 然后他们家正常呢 有一份普通的叫小牛肉饭 大概好像是29 还是说好忘了啊 这份呢是40 差10块钱 我建议啊 来这块就俩人点一个大碗饭吃就行了 这个小牛饭说实话 明显就是 可能差了10块钱啊 就是这个分量相差 特别特别的多啊 再见兄弟们 拜拜 我是第一次在沈阳挑战失败 这是我的收杀 我是第二次在沈阳挑战失败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